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8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美国最新情报显示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它可能会以政治反对派领袖 以及不同政见者为目标 四位情报人士说 俄罗斯已经起草了乌克兰政治人物 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名单 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情况下 这些人将成为逮捕或是暗杀的目标 一名匿名美国官员说 美国一直在试图降低 关于乌克兰特定团体 所面临威胁的情报等级 以便与他们分享这一信息 这位官员说 过去俄罗斯的暗杀行动中 包括定点清除 强迫失踪 拘留和使用酷刑 拜登政府对这些名单的常态化 感到震惊 这些名单似乎针对任何 可能挑战俄罗斯议程的人 一名匿名的国会助手说 这些举动是典型的俄罗斯作风 先利用武装力量夺取军事目标 随后特种作战人员塑造冲突 最后特攻进入该国 除掉反对派分子 昨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时 也提到了美国的情报显示 俄罗斯将以逮捕或是暗杀的方式 针对政治反对派 俄罗斯将针对特定的乌克兰群体 本周早些时候 英国国防研究机构发表了一份报告 称俄罗斯安全部门 已经广泛的渗透到了乌克兰地方政府之中 报告说俄罗斯已经绘制了 哪些当地人会支持 并且开始研究不会支持的目标名单 其目的是确保关键的基础设施 政府大楼的安全并且找到和消灭会召集抵抗的乌克兰领导人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最近一连串对乌克兰和其他盟国发出俄罗斯潜在计划的警告 符合华盛顿现在的新玩法 也就是迅速解密敏感情报 在俄罗斯行动之前就公布 美国高级外交官和前情报官员称 他们希望通过在普京采取行动之前就指出他的行动 消除任何意外 以此达到阻止入侵的目的 美国官员今天还向华尔街日报披露 预计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天就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可能会涉及喷气式战斗机 坦克 弹导导弹和网络攻击等广泛的攻击形式 虽然避免这场战争的可能性非常黯淡 拜登政府将继续努力保持外交窗口的开放 美国驻欧洲安全大使卡彭特今天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说 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附近和克里米亚 集结了16.9万至19万名军事人员 比1月30号的10万名还要多 他说这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 今天顿巴斯的前线炮击愈演愈烈 乌克兰表示其军队已经被命令 在应对炮击时要保持克制 以免给俄罗斯提供入侵的借口 俄罗斯控制的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 今天在电视讲话中说 平民应该立即迁往俄罗斯 因为乌克兰军队即将入侵该地区 顿涅茨克共和国是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 顿涅茨克州的亲俄武装分子 于2014年攻陷地方行政大楼后宣布成立的独立国家 但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俄罗斯新闻画面显示 今天下午顿涅茨克的防空警报已经响起 领导人称乌克兰的攻击即将到来 克林布林宫已经向顿涅茨克地区居民发放了俄罗斯护照 并且指责乌克兰在那里实施种族灭绝 乌克兰表示 俄罗斯正在尽其所能的挑衅乌克兰 使其炮击平民区 以便支持其种族灭绝的指控 昨天已经有炮弹击中该地区的一所幼儿园 今天有平民家中被炸毁 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 虽然自2015年以来 顿巴斯前线的小规模冲突一再发生 但是本周四开始的炮击事件激增是不正常的 他说此前俄罗斯支持的部队 向乌克兰军事阵地开火107次 其中只有22次射击重炮 坦克反坦克导弹等违禁武器 但是本周四发生了60起炮击事件 其中43起都使用了违禁武器 现在在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之下 任何情报最后都会加一句 一切最终都取决于普京的决定 那么普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莫斯科许多分析人士仍然坚信 普京本质上还是理性的 但是有些人认为 普京在疫情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种转变可能让他更加的偏执和更加的乳莽 本月普京与飞来会谈的欧洲领导人 始终隔着20英尺长的桌子 一些长期观察家看来 这象征着他与世界的疏离 近两年来与其他西方领导人不同 普京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没有病毒的真空之中 国家电视台显示 他独自在一个房间里通过视频 举行了大多数的重要会议 甚至与自己的部长也保持距离 他很少亲自召见他们 俄罗斯政治学家叶卡吉琳娜·舒尔曼 在谈到普京最近的公开露面时说 他给人印象是烦躁缺乏兴趣 不愿意深入研究任何新事物 自2020年春天以来 他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休息时间越来越少 莫斯科经济学院国际事务专家说 发动全面战争完全不符合普京的利益 很难找到任何合理的理由 来解释这样一场行动的动机 俄罗斯专家指出 即使普京能够控制乌克兰 这样一场战争也会实现 与普京所说的相反的结果 削弱北约在东欧的存在 因为如果发生战争 北约盟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团结 他们可能会在俄罗斯西部边境 部署强大的新型武器 在国内 普京一直热衷于展现 他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 当有民族主义煽动者 敦促他吞并乌克兰 他会推翻他们的意见 虽然他将自己定位为俄罗斯稳定的保障者 但是如果战争中平民出现伤亡 他可能会面临来自西方的制裁 和社会动荡引起的严重经济逆风 数百万俄罗斯人在乌克兰有亲戚 莫斯科民意调查机构显示 如果普京按照2008年对格鲁吉亚的五天战争方式 进行一次短暂而有限的军事行动 预计俄罗斯人会支持他 但是如果这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 稳定就会结束 对俄罗斯没有任何的好处 为克里姆林宫提供建议的 莫斯科著名外交政策分析师 卢吉亚诺夫说 普京现在的目标是迫使冷战的结果被部分修改 他仍然相信普京不会全面入侵 而是使用特殊不对称或是混合手段 包括让西方相信他真的要发动攻击 卢吉亚诺夫说 如果你要虚张声势 你就必须非常有说服力 所以即使不真的发动进攻 集结的部队规模也不能小 而美国不断对俄罗斯准备入侵的强烈警告 正在以200%的速度参与这套计划 莫斯科的分析师认为 普京非常成功的利用了 他被塑造成恶魔的负面形象 他的计划正是塑造战争可能发生的感觉 但是这些专家也曾经错误的猜测过普京 2014年他们当时认为 普京不会夺取克里米亚 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专家科夫曼上周说 普京已经变了 那些认为这种戏剧性的事情 不太可能发生的人 可能没有观察到过去两年中 普京的这种质变 普京究竟是狡猾还是偏执 您怎么看呢 全球股市可能更倾向于后者 也就是认为偏执狂普京这次真的会行动 今天股市继续下跌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 而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今天几乎没有变化 因为对伊朗供应增加的预期抵消了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影响 业内人士列出了乌克兰局势的三种情景 来分析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如果俄罗斯乌克兰和北约继续僵持下去 任何一方都不采取使局势明显升级的行动 那么这种情况对金融市场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也不会改变政府或是央行的政策 但是俄罗斯如果选择局部入侵乌克兰 无论是侵占领土还是网络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 分析师认为市场将会出现强烈的避险反应 不过一旦确定了全面入侵不会发生 市场就会迅速恢复正常 美国国债和美元预计将会出现短暂的反弹 能源价格将会飙升 如果被纳入制裁范围 价格甚至会进一步上涨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将会维持 谨慎地收紧原本的金融宽松政策 最后如果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美国和北约将会对其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美国国会可能会放弃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的预算 转向去促成两岛对增加军事相关支出的协定 并且可能包括提高税收 市场届时将会有强烈的避险反应 资金将会转向美国国债和美元等安全资产 欧元可能会受到暂时的打击 全面入侵也会引发能源价格的急剧飙升 如果俄罗斯利用铝、钛等重要金属 作为抵抗西方的筹码 这些商品的价格也将会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境下 分析人士预计 欧洲央行可能会增加债券购买料 分析人士指出 无论如何 这些都是市场行为导致的结果 而非基本面的恶化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7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虽然俄罗斯本周早些时候宣布撤军 但美国今天加大了俄罗斯 可能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警告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可能正在发生假旗事件 一位美国外交官则警告 莫斯科的入侵迫在眉睫 什么叫做假旗事件呢 字面意思就是指通过使用 其他组织的旗帜来误导公众 从而隐蔽它所进行的真正行动 也就是幌子的意思 一位俄罗斯官员回应 俄罗斯目前没有入侵乌克兰 也没有任何入侵的计划 但是克里姆林公在对拜登政府 提出的安全保障的正式回应中表示 拜登的这些提议并不令人满意 俄罗斯可能不得不诉诸于一些军事手段 拜登今天告诉记者 乌克兰入侵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 俄罗斯进行虚假行动 是为了有借口进入乌克兰 我们得到的每一个迹象都表明 他们准备进入乌克兰攻击乌克兰 我的感觉是这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发生 他还说他目前没有要给普京打电话的计划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文件显示 俄罗斯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一份报告 称乌克兰军方对顿巴斯地区的居民 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 俄罗斯文件称乌克兰顿巴斯地区 将俄语的人口遭到种族灭绝 预计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将在今天就这一问题 批评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改变了他的旅行计划 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场危机发表讲话 他称这是俄罗斯发布虚假信息的一部分 这些虚假信息可能成为在乌克兰重新开战的借口 今天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 英国国防部长本华来士也说 我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俄罗斯会出现更多像这样的虚假信息 今天的早些时候 乌克兰表示 该国东部一个政府控制的城镇的一所幼儿园 被一枚炮弹击中 该城镇靠近政府与分离主义势力的交界线 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和乌克兰政府军队 今天在许多地方违反了停火协议 包括使用炮弹 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开火 但是没有任何说法可以得到证实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 有证据表明 俄罗斯正朝着即将发生的入侵迈进 美国和北约表示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 集结了多达15万军队 未可能的入侵做好了准备 并表示他们没有看到 俄罗斯本周早些时候宣布撤军的证据 俄罗斯目前仍然在邻国白俄罗斯进行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该演习将于2月20日结束 同时他还在黑海进行海军演习 计划于本周末结束 今天俄罗斯还驱逐了美国驻俄罗斯的副大使戈尔曼 华盛顿回应这一行动没有道理 因为该外交官持有三年的签证 而他在俄罗斯的停留时间还没有到三年 美方认为这是一个升级步骤 将对戈尔曼被驱逐一事做出回应 美国注意到驻莫斯科的使馆人员 已经少于俄罗斯驻华盛顿使馆的人员 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 莫斯科和华盛顿在对方使馆的外交官人数上一直争执不休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俄罗斯禁止其雇佣当地人为美国工作后 暂停了大部分的领事服务 而在11月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说 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及其家属将被迫在2022年中期之前离开美国 俄罗斯最近几天发出的复杂信号 一边宣布撤退部分军队 一边继续在乌克兰周边进行军事集结 令全球股市和油价剧烈波动 今天的形势升级抹去了股市过去两天的涨幅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3%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 业内人士表示 投资者必须更多的关注实际所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各国所说的话 如果相信这场危机最终可以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 那么在市场进一步下跌的时候 将是一个买入的好机会 分析人士认为 在俄罗斯盟友中国主办冬奥会期间 俄罗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而冬奥会将于本周结束 昨天英国市场集期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 达到每桶100.8美元 是2014年以来的首次破百 集期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 是全球最重要的原油价格 处于原油衍生品网络的中心 今天早盘布伦特原油上涨后又下跌了2.5% 而美国天然气生产商正在成为能源价格飙升的最大受益者 现在正值冬季 用于家庭取暖和发电的燃料价格上涨 令法国德国等欧洲公用事业公司面临崩溃 并使得数十家英国能源供应商停业 这也导致消费者的账单大幅增加 给整个欧洲大陆的政府带来巨大麻烦 但是价格飙升 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来说 却是一个福音 这些公司正在向饥渴的欧洲市场 供应创纪录的燃料 美国正在以历史上的高价 将天然气运往欧洲 赚取巨额利润 欧洲的天然气危机在秋季开始显现 12月 美国每周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超过了卡塔尔 首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数据显示 1月份 美国提供了运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的几乎一半 美国高管表示 这场危机还导致欧洲公司重新考虑 签署美国天然气的长期协议 许多公司曾经回避这一问题 因为美国的价格往往更高 如果长期交易达成 那么将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更多的资金 从而提高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能力 乌克兰问题暴露了欧洲对俄罗斯染料的依赖 欧洲认为天然气对减少煤炭依赖 以及减少碳排放至关重要 欧盟的最高能源官员本月在华盛顿 会见了美国液化天然气高管 欧盟已经与美国等国家谈过 在俄罗斯供应中断的情况下 确保替代供应的问题 欧盟高级代表伯雷尔上周 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后说 俄罗斯会利用能源供应 作为地缘政治的筹码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使能源的来源多样化 特别是天然气的流动 一些欧洲官员已经认识到 有必要建设能够循环利用液化天然气的设施 以便缓解未来的价格飙升 数据显示 在12月17号至1月10号期间 总共有至少11艘 从美国驶往亚洲的液化天然气游轮 改变方向前往欧洲 其中6艘前往英国 其他则前往西班牙 波兰 法国和荷兰 此外还有3艘 装有来自尼日利亚和赤道几内亚的天然气船只 被转移到欧洲 前美国能源部长表示 美国的合同通常比其他大型天然气生产商的合同 更加的灵活 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它们从亚洲转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今天为欧洲提供了如此大的供应量 欧洲能源公司去年也录得了井喷式的利润 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业务尤为突出 翘牌表示 2021年最后三个月的天然气利润增长了两倍多 面对乌克兰危机和能源危机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伯雷尔表示 如果乌克兰边境局势升级 欧盟领导人已经一致同意批准了一揽子制裁措施 他说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方案 如果需要他将立即召集会议正式通过这些方案 他还补充说能源将是这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